2017年雅策倫上赛季CBA总冠军新疆南兰以100比94战胜中国台北金旅达兴老虎南兰取得二连胜赛后新疆队队长可兰白克称新疆在练小快铃的打法 面对中国台北金旅达兴新疆队缺少多名主力安德雷布拉奇里根汉孙彤林都未能出战 李秋平更多的是派上小个阵容我们的防守防针并没能很好的贯彻对手的投手命中率有点高 最近我们在练一种小快铃的打法我们并不是只针对这一场比赛而是整个哑关的比赛还有为之后的连赛做好准备 我们在一起合练的时间还不到10天我们要尽快的磨合打好接下来的比赛可兰白克说 众所周知NBA总冠军荆州勇士队崇尚的就是小快铃的打法 不知道新疆队是否是有益的跟随篮球时代发展的潮流呢 何瑞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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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瑞铭